不管是天然海水的蓝海水池 还是亲子同乐的清清水池 到处都挤满了细水民众 这里是极容著名的和平岛公园 除了到园区享受清凉及欣赏奇特地质景观外 业者最近推出了期间限定的导咒会活动 游客可以从报到当天下午开始 一直到隔天中午前 在和平岛公园待上整整一天 在管家服务下品尝生态晚宴 与亲友享受处于自己的一方天地 业者更安排和平岛独家体验游程 由专人带您夜访朝间带 清晨则到阿拉宝湾观看 享誉国际的海上日出 那它是一个24小时不断电的活动 那大家可以来到这边体验岛上的 就是有管家的专属导览 那晚上还会到园区的夜间探索 那隔天一早四点就会带大家去看 有被外媒票选为全球观看日出的 最佳景点的阿拉宝湾 去带大家去观看日出 所以呢大家可以透过这一次的活动 一次24小时就可以体验 就是各种不同的体验 要是玩累了 还可以进入以十大守护员命名 享受有如明星保姆车般的遮阳休息空间 或者你也可以在阴凉处放上桌椅 悠闲的欣赏美景 那这里呢是我们就是导座会24小时 不断电活动的休息空间 那大家可以看到上方的地方呢 是大家就是如果稍微累的话 可以进来稍微就是稍作休息 那我们除了这里之外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我们有准备了 就是跟就是在地的品牌合作 比如说像是牧礼 那牧礼的话其实是基隆一个就是 希望可以就是把家里的 瓶瓶罐罐的取代的一个就是单位 所以我们就会用这个洗发球 跟用石化动作的这个劫肤罩 提供给大家来使用 对于和平岛公园业者 推出以24小时不断电 由基隆为范本的自然体验游城 基隆市政府观光及城市行销处长 曾志文认为 这样丰富有趣的体验活动 不只对国人很有吸引力 更渴望争取到未来复航后 所带来的游轮旅客商机 在这个过程里面 当然安排了蛮多的彩线 那很多的游轮业者 也给予和平岛公园 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建议 这是一个很适合 未来游轮开放以后 那国际的客人 对于这样一个国际级的景点 是非常有兴趣的 所以我想一方面 现在这个游城已经开始在贩售 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游城的设计 推出新的玩法 那也做好准备 未来游轮的这个进来之后 港口打开之后 那我们希望也让这个游轮的客人 有新的不一样的全新的基隆游城的一个体验 这下24小时不断电的岛周会 有分平日周末或特殊假期的 20人成团包场模式 也有周三限定的两人成型 六组成团模式 有兴趣的民众可别错过 在和平岛当一日岛组的难得机会 记者张祈腾 金融报道